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内建了我们的那个台湾的耐震规范 所以它可以直接自动参照规范的条文去产生我们的那个水平设计反应谱 当然不只设计反应谱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那个静态地震力那边是有设计地震力控制 还是中小震度还是最大震度去那个所控制 然后再去对应的在反应谱这边去做一些那个设计谱的产生 那这是我们城市里面一个那个视窗界面 等等我们还是会到城市的那个操作画面里面 去带各位看一下整个完整的操作流程 我们现在就是写几个那个操作画面 我们快速的大概先介绍一下 那首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内建我们台湾的规范 那这边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那个建筑物的座落位置 看你是属于地板公寺啊 建筑层或台北本地 那这边的那个谱的类型 它就有分那个设计谱啊 然后或者是中小震度情况下的 或者是最大震度的 那底下这边的那个正区谱加速系数 基本上就是参照规范 那以及你的地盘种类啊 然后用途系数 然后那个α-Y以及R值等等 原理上这边就是 直接按照你建物的一些基本资料去做输入 那程式就可以自动去 针对你所输入的这些资料去 生成去把它产出 你的对应的那个 那个水平设计反应谱 那另外呢 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就是产出的谱 或者是现有的一些 那个反应谱的一些资料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程式界面里面呢 去把你这个反应谱的资料的内容 直接把它贴上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的界面是草绿色的 那各位如果熟悉 我们程式操作的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们的程式 只要是在表格的界面里面 底色是草绿色的 那原则上就是开放给那个user 自由去做编辑 所以这个地方的那个反应谱的资料 它的表格也是草绿色 所以各位就可以直接 以手边有的那个反应谱的资料呢 就直接把它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直接把它输入进来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这个反应谱资料的建立 那再来就是 在做反应谱分析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 他需要去做一个多正态的 那个反应谱结架嘛 那我们的规范里面有提到 就是绝大多数就是CQC嘛 那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 试着使用SRSS去做那个 那个生态叠加 那这边我们的程式里面的 同样也都是直接有 提供了那个对应的 生态叠加的方法 你可以自由的来去做设定 依照你的需求啊 以及有没有符合规范的一些条件 或是建议等等 就可以这边来自行的去做设定 那再来就是 就是还需要 就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动作 就是需要去做一个总能力的调整 那是因为 如果说有去执行动力分析的话 通常在进行正态叠加之后 动力分析所得到的总能力 基本上它通常都会小于 我们净力分析 就是单纯那个 净力地震力情况下的 那个最终的基地简利 那为了增加就是动力分析 结果的安全性 就是要保守一点 所以通常呢 都会需要针对动力分析的这个总能力 去进行调整 那原则上通常都是调高了 那这个调整的步骤 大概就三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 这边就是我们规范的条文 就是有提到说 它的那个调整的方式 看是要完全调成一样的呢 或是调成那个 静态水平 设计地震力的90% 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原则上这个调整的比例 那你就是依照你建物的 那个 建物的一些特性 然后以及规范这边的建议值 去做一个总能力的调整 那要进行总能力的调整 大概就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去取得 我们先去了解 知道说我们在 尽力的地震力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 那个机体衡力 这个 有几个查询的方式 第一个是你可以在 我们那个 设定地震力的那个视团里面 可以去查 等等会带各位去看 那另外就是 也可以直接在 那个主旋单quiry里面 有个low summary 你也可以直接去查询说 你特定的这些low pace 它的力量的大小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查询 那再来就是你去找出 你的那个 应该说你去设定完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 反应谱的基本资料 然后就直接去执行分析 那这时候是调整前的嘛 就是我们并还没有去做 那个系数放大调整的 情况下 你的反应谱 我分析得到的在 基底的部分的那个总能力 那你这样就可以得到 就是进 尽力情况下的 基底总能力 跟动力分析情况下的 基底总能力 那你就可以算出 就是我们动力的部分 需要放大的 那个 系数是多少 那你再回过头 再到那个 你在定义反应谱的 low pace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scale factor 你可以再利用这个scale factor 去做调整 那 其实还有另一个地方 可以去做调整 就是 你在产生那个 载动组合的时候 也是可以去做这个调整 那我们等等就到 程式的界面里面 带各位去看一下说 就是整个 我们刚刚 简报里面 快速提到的 整个操作的流程 好 那这是我们 程式的操作界面 那 我们的那个 反应谱 就是我们 到我们刚刚 简报里面的顺序 然后首先 我们先来建立 我们的那个 反应谱的资料 那反应谱的那个设定的位置 是在我们主选单的load 载重的这边里头 一进来原则上 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static loss 就是一般的 净力的那个设定 包含 Dello Liverow 或是我们的 静态的地震力 等等 都是在我们这个static loss 这个地方去做设定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进行 动力分析 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反应谱的话 那你要切换到这个dynamic loss 好 你切换到这个dynamic loss 之后呢 里面就有两个动力分析的方法 可以让你去选用 第一个就是反应谱分析 那在右手边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历史分析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反应谱分析的地方 首先在这个rs functions 就是Response Spectrum Functions 就是我们先来定义我们的反应谱的资料 你点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视窗按下add去新增 那这个视窗就有点像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在简报里面看到那个画面了 这边就有两个方式嘛 第一个就是你直接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 去把你要的资料给贴上来 比如说 像这边可能我们原本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我们已经手边有的一个那个反应谱的资料 那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到程式这边呢 去执行贴上 Ctrl V把它贴上去 那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要的 或者是你手边有的这个反应谱的资料 你把它直接丢进来 那或者是呢 你在这个Design Spectrum的这个功能按键 这个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那个设计水平谱的反应谱的产生器 所以你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用你的对应的规范 那这边我们就有内建台湾的规范 那这边原则上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可以去设定你的那个建物的基本资料 像这边我们是属于一般公址的话呢 我们就选General Zone 那如果你是进段层的话呢 就选择这个Neer-Fort Zone 就是进段层的那个选项 那再来就是台北本地 那原则上就是参照你手边那个case 它建物的一个基本资料去做对应的输入 那这边的这个Spectrum Use 那我们这边原则上是选用这个Design Spectrum 那要怎么去知道说 我们在静态地震力的时候是由设计地震力控制 还是中小还是最大地震力呢 这边先跳出来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以这个X项的这个地震力来说 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设定的视窗 所以应该大家各位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我们在设定我们的静态地震力的一个设定的视窗 上面也是有一些周期啊 那个用途系数啊放在系数 或者是这边有一个那个 正区的补加输入系数地盘种类等等的设定 那在左下角这边呢 有一个Sesmic Low Profile 你点进来之后呢 它可以看到 可以去查看它 呃程式所帮我们计算完的那个地震力嘛 那在这个视窗的左下角 要有一个MAC Sesmic Low Calculation Sheet 那你可以点进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地震力的呃 计算结果的文字档会产出 那你在这个文字档的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 这个位置 那有一个那个最终 城市所决定采用的 呃地震力系数 那我们以X项来说啦 这边它是0.1023嘛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X Direction的这个位置 它有分别去 就是我们城市在做静态地震力计算的时候 它会分别去计算设计的地震力 然后跟中小阵度的 以及最大地震力考量情况下 它各自的这个地震力系数 那我们刚才看到我们上面 呃就是最终城市会取 就是但是取最大 然后三个取最大 它是0.1023的这个系数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看说 OK城市帮我算出来的 设计地震力的系数是多少 那我们这边就看到是1023嘛 那中小阵度的 以及最大地震力考量情况下 它的这个呃 各自的系数多少 那当然外向也是一样 在下面这个地方 Y Direction Value的位置 它同样也有去计算的设计 中小阵度跟最大阵度考量 最大地震力考量 那你这边你就可以从这个系数呢 你可以去知道说 OK那我在进来地震力的时候 是由哪一个情况的那个地震力去控制的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边是由设计地震力控制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定义 满影谱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就是可以选择这个 Design Stactron 那像刚刚讲的 如果说你查看完之后 确定程式是由这个中小阵度 或是最大地震力考量情况下 那就是做一个对应的选择 因为它会跟一些那个 补加速度的一些计算系数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就 对应着我们的静态地震力的结果 去做设定 那下面这边的那个 证据补加速系数 你就是参照你建物的一些基本资料 来做设定 那下面的地盘种类也是一样 那包含了你的用读系数 你的Alpha Y 以及你的R值 那这地方有那个 你的那个周期的那个 所采的时间长度 这边也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那你要维持预设也可以 你要去做调整的OK 那你按下OK之后呢 你回到上一层的视窗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设计谱 它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产生出来了 那这边因为我们刚刚有去调整 就是长度我们是取三秒 那这边就只帮我们计算到三秒 那如果说你后面 像刚刚如果你以为是预设是六秒的话 那当然就后面还会有 继续延伸出去的一个资料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这个水平设计反应谱的 基本资料的定义 你按下OK 那你在这边也会有 这个在Tree menu底下 同样也会看到 我们开始有了这一笔的 这个反应谱的资料 那你同样再到RAW的选单底下 DynamicRAW 刚刚的这个RS Functions的右手边 有个RS Low Case 就是反应谱的载重工况 那你这边按下去之后 在左手边这边是它的设定性窗 那首先这个Low Case Name 原来我们也是考虑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这边就依序的来输入 我们的X项的那个反应谱 那这边Direction就是XY 那这边的那个角度的话 零度原理上它就是X 它这边设定的这个角度值 它就是 它值的意思就是跟 Global X项的一个夹角 所以当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X项的反应谱的那个外力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角度就是输入零度 那这个Scale Factor呢 我们刚刚在简报档里面有看到 就是我们最后已经算出来知道说 我们需要调整的总能力的那个系数是多少之后 才会回到这个Scale Factor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用 一倍的方式去做 那个设定跟分析 那这边就是勾选 我们刚刚所定义的那个反应谱资料 那在上面这边有一个那个Model Combination Control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的正态叠加的方法的选用 那这边我们就选择那个CQC的方式 去做去进行正态叠加 那底下这边有个选项 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 通常在正态叠加之后 原理上它那个一些力量 就是收力的正负号的关系 已经被 不然讲消灭了 会消失 因为我们在进行正态叠加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平方啊 开根号啊 相加啊等等的一些计算的流程 所以它一些正负号的关系 会在计算的过程中会消失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透过那个正负号的关系 去看我们那个结构收力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的程式呢 在这边有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说呃 因为初始的资料 它一定是有正负关系嘛 只是因为它在进行正态叠加的时候 它这个性质 正负号的性质被 呃 消去 那程式这边就可以提供你说 OK 它可以再帮你把这个正负号的关系 给加回来 然后这样你在查看这个结果的时候 分析结果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更精准的掌握住 你整个结构的一些受力的行为 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我们按一下OK 那刚刚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正财提加的设定 再往下看呢 这下面这边有一个那个意外偏心的考量 你这边可以勾选起来之后呢 点一下旁边的这个 点点点的这个按钮 那这地方原则上就是预设的那个数据 数值啊 就是5%的平面尺度的偏心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进来确认一下 程式是自动计算 然后以5%的平面尺度 去进行它的偏心量 那我们这边就按一下 勾选起来 刚进来确认之后 没问题就按下OK了 那在底下这个operations的地方 我们就按下add去新增 那在进行反应谱分析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先有 特征值分析的设定 因为你一定要先有 特征值分析的设定 那程式才有办法去取得 你建物的每一个 正态的行为嘛 那这取得每一个正态行为之后 才有办法在反应谱这边 去进行后续的一个正态的叠加 所以我们在设定这个 反应谱的locate的时候 程式这边是有在摆了一个 算是功能的叠近 就是特征值分析的 那个eigen value analysis 想求的设定 如果说您在前面 在进行经历分析的时候 还没有做过这个设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 透过这个快捷键 直接进入到我们设定的视窗 来去做你特征值分析 参数的一些定义 那正规的话 它是摆在analysis的 逐选单底下的这个eigen value 它就是一个同样 同一个设定视窗 这边摆了一个快捷键 就是提醒你说 如果还没有 你还没有做这个设定的话 记得要完成 那你的反应骨的分析 才有办法执行 好 那我们再回到最上面 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向 就是ry 那ry的这个反应骨的那个 方向呢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在夹角这个地方 就要去做一下调整 把它设定为90度 那skill factor同样也是先 用一倍的方式 我们要先取得 它最初时的分析的结果 才可以有办法去进行 后续的调整 那我们这边就按下add 把它加进去 那这边呢 这个load case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去进行一次的分析 因为这次的分析 我们就是要取得 我们的净利的分析结果 以及尚未进行总能力调整情况下 我们的反应骨分析的取得的 所得到的建物最终的基地总能力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要先进行一次分析 那取得相关的对应的数据之后 调整完 然后再进行一次分析 那才是真正完整的一个反应骨的资料 我们这边就稍微等候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要查看你的 静态地震力的分析结果的总能力的话 可以从这个query的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load summary table 你可以从这个表格里面去 查看你的那个地震力的 就是静态地震力的load case的结果 像这边你点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X项地震力 按下OK 它下面这边有分方向 所以如果各位要去查看Y方向 就是Y方向地震力的话 在底下这个页标签这边要切换到 Y方向它才会有对应的数据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X项地震力的话 我们是758吨 那我刚刚 我们现在如果把Y方向也勾进来的话 那你切换到Y方向的这个页标签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Y方向的话呢 它是693吨 那刚刚有提到 就是你也可以在 就是其他地方也可以进行查看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设定地震力的刚刚的这个视窗 因为我们在点进这个Sesimic Load Profile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这个这个视窗表格呢 它就是程式 最终把我们所计算得到的这个地震力的一些 每一个楼层 以及最终最终基底 这个Story Share 它的一个力量的大小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基本上一样的数据 就是758吨 所以就是有这两个地方你可以进行查看 好 那再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我们的净力地震力情况下 所得到的总能力了 那再来我们要去找出我们的 呃 动力分析 也就是反应谱分析之后 所得到的一个Story Share 也就是基底衡力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在Result Tables里面的Story底下 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前几回的那个线上课程有介绍 有专门介绍到这个Story Table里面的一个细项 那其中有一个 当时我们就有提到 就是这个Story Share 那夸号就是Response Spectrum 或者是Time History Analysis 这两个 它就是把动力分析所 动力分析完之后 所得到的一些建物的一个 每一个楼层 以及最终基底的一个 很利的情况 它要用这表格帮你把它列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到这个Story Share 那夸号是Response Spectrum的 这个表格里面呢 你就可以把我们所设定的这两个 反应符的Low Case 勾选之后载入 那这样呢 它就会把所有的这个力量的 分析的结果都帮你载进来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RX X向的那个反应符的力量 那你可以看到 它在一楼 就是我们这个基底的部分 一楼的话呢 它得到的这个值呢 是629吨 那Y方向的话呢 我们往下看 一样在这个RY 因为这个栏位是反应符的Low Case名称 那RY就是我们Y方向的那个反应符的Low Case 一样在一楼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Y方向 它的基底横力呢 是592 将近593吨左右 那你可以把这个完整的数据呢 你就可以对应的 我们刚刚所查看的 不管是X向的净粒 758 或者是Y方向的低伸力净粒 693 那你去对应着我们反应符分析 所得到的X向的是这个629 那Y方向的话是592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数据 那你可以算出来 你需要进行的那个总能力调整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再回到这个 RXLow Case的这个设定视窗里面呢 你在下面因为你往下看 就是这个表格里面 就是我们已经定义好的反应符的Low Case 那你就可以分别点选 在RX的这个Low Case的情况下呢 我必须要去进行调整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这个需要调整的系数呢 是1.2058 那你输入好这个ScaleFactor之后呢 你再按下Modify 那你可以看到X向的这个 这个方大系数我们已经反应进去 那这时候我们再选择RY的这个 反应符的Low Case 那这个ScaleFactor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的是1.1698 这个系数的调整 同样按下Modify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再去执行一次分析 因为这一次的分析就是我们的反应符已经调整完了 我们已经进行完这个总能力调整之后 它的 等于说它是符合规范 那个约定 规定情况下的一个反应符的参数了 那你这时候的分析的结果 就可以 如实的去查看这个建物在受反应符外力的情况下的一些力量的分布 或者是应力的情形 那我们刚刚在简报的时候有提到 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反应 就是进行这个反应符的总能力调整的话 除了说我们在定义 像我们刚刚所执行的那个操作方式 就是你在定义反应符的Low Case的时候 直接有个ScaleFactor可以让你去做调整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在定义这个载动组合的时候 你在我们载动组合这边这个Auto Generation的地方 他这个位置有一个ScaleUp for Response Spectrum Locations 这个地方的这个载动组数 就是这个Factor ScaleUp Factor 你也可以用来去做这个总能力的调整 那组数的大小就跟刚刚的那个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静态力认力跟你的一倍情况下的反应符的外力 就是我们刚刚所输在X项是1.2058 在Y项是1.1698的这两个调整系数 那你这边就可以针对对应的去做输入 比如在X项就是刚刚说的1.2058 然后你选择X按下Add 那Y项的话一样 也是把你的ScaleUp Factor输入进去之后 选择Y然后按Add之后 再去产生这个载动组合 那这样他就会用载动组合的细数的方式 帮你去做那个反应符的这个Low Case的力量 就是那个总能力的放大 他一样可以透过这个位置的这个调整的方式去做调整 那这边我们可以再去看一次 这个Story Shure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的机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在 X项的反应符一楼的部分 我们已经把它调整为758 那Y方向的话呢 是693 在一楼的位置 那这样就可以跟我们的那个静态地震力的总和力的结果是相符合的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调整方式调整一样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是在我们的规范调文里面有他他有提到有些情况是调整90%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各位自行在做这个调整系数的计算的时候 自己再去做决定了 那我们这边所做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呢 是去一配 就是调整为一模一样的情况 这个调整的设定的方式 那今天我就是利用一些的这个很快的时间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程式里面要如何去进行反应符的设定 那很快总结 首先就是我们要先到RODE选单里面的这个RS function 你去定义你的反应符的资料 那当然你可以就是直接使用程式里面的生成 就是反应符资料的生成产生器 Design Spectrum的这个功能 或者说你自行可以把你特定的一个谱的反应符的资料 直接把它贴上来 那设定好这个反应符资料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反应符Locase的设定 那这个角度的部分呢 它就是去区分你的X项或是Y项的反应符的那个方向 如果你是Y项的反应符的外力的话呢 在这个Excitation Angle的地方你要输入90 那底下的这个Scale Factor呢 就可以用来做为我们总能力的调整 那有关那个正态叠加的设定的方式的 就是正态叠加的计算方式 你可以在这个Model Combination Control的地方去做设定 那在这个视窗底下你可以去勾选说 要不要紧张是帮你把整个分析结果力量的正负号的关系给反应回来 就可以在这个视窗里面去做设定 好那完成就是完成这些Locase设定之后 当然就是你在那个载动组合的地方 你可以去设定出你的这个反应符的Locase 像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是刚刚在Locase 反应符Locase的地方没有去做那个总能力的调整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产生载动组合的时候 在Auto Generation这个Locombination的视窗里面 有一个Scale Up of Response Spectrum Location 这个地方你可以利用这个 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去做总能力的调整 好那今天很快大概就是今天的这个内容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对于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反应符的分析 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做个讨论 那各位如果有麦克风可以把它自行开启之后 然后可以直接发言 或者是在这个Google Meet的这个即时通讯里面 你可以打字我这边都看得到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提出来讨论 或者是说其他就是平常在操作上有碰到的问题 也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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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